美洲新闻特别推出了新闻广角进行单元 要带你深入了解最新资讯 那么首先来看到 今晚受到了新科技和红色供应链 连前后夹杀的影响 让不少台湾企业面临了存亡关头 不过还是有很多企业 不分传统产业或是新的行业 就是有办法靠着创意风光赚大钱 沿此东森新闻 这个星期的新闻广角进行单元 特别推出拯救存亡危机单元 带观众朋友一起来看 这些台湾的中小企业 如何找出活路再创高收入 2015年德国柏林的依法展 人气摊位 包括有日系大厂摆出了一面智慧魔镜 不管是肤质状况或是发型 镜子都可以给出专业建议 另外还有一款超级强大的手机保护壳 号称从两公尺的高度摔下来都摔不坏 但到底是真的还假的呢 我们来看我们的记者实地测验 iPhone用力亲吻地板 这下场应该很惨 现在呢我手上这个保护壳 号称是iPhone的天残甲 像现在我把它放上这个两公尺高的高台 然后呢不顾一切的让它往下掉 可以看到 它还是没坏 原来这个保护壳会打太极 特殊橡胶材质能吸收大部分的冲击 等于是帮iPhone装上避震器 而爱美的水水肯定想要 Panasonic这一面智慧魔镜 照镜子同时也拍照间录影 他就会贴心告诉你 今天的肤质状况 皮肤干不干 毛孔粗不粗 甚至要去哪里 什么妆容发型比较搭 不用凭空想象不用猜 智慧魔镜就是你的个人专属 发装师 不过没有参展依法 通路龙头 亚马逊也来刷刷存在感 放出消息打算要卖超低价平板 一台只要50美元 华尔街日报说 亚马逊这一台6寸平板 会交给人保代工 换算只要1650块台币的平板 亚马逊要靠它 拯救平板低迷的买器 东森财经新闻 叶总统 沈玉腾 甄晏龙 综合报道 现在红色供应链来势汹汹 不只是影响到台湾出口 更是有对岸 开出4到8倍高 想要挖角台湾的人才 因此行政院 也特别研拟出了防挖角条款 要靠限制型股票的科税优惠 来吸引人才 不过无论企业或人力银行 都认为这关键 还是要提升产业竞争力 那你期待 我们花多少钱请你 20可以吧 我试着帮你争取 一万六 但我的房租就要八千了 新人面试 企业连最低的22K都不愿意付 但对手红色供应链 开出4到8倍薪水 大局挖角 半导体业感受好痛 人才在台湾 留在台湾是不是有所发挥有所用 他们愿意付出更高的待遇来挖角这些人 怎么留人才政府说要新增防挖角条款 还要发放限制型股票 就是要让员工享有课税优惠 但短期内不得转让 公司可以发股票给员工 让员工有更大的吸引力 实际上我们公司就有执行 先执行股票的一个方式 避免到我们在新创产业的初期 就要面临到 因为过去像股票选择选 执行的时候 要咳水的问题 自己的人才自己救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洪秀柱 喊出企业加薪抵税要立抗 抵刑问题 企业界认为指标不治本 帮员工加薪是企业的责任 减税可以帮忙企业减低一点负担 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把台湾的企业 好好的整合 目标是可以让商品从城市卖到高山 阿里巴巴拼命国际化 台湾企业也得创造舞台 才能留住人才 就怕红色供应链 把台湾科技人才统统挖走 防挖角条款 立拼18号过关 要让台湾科技业能找到出路 东森 财机新闻 许少民 许红超 黄福祥 台北报导 但你看看这样的异国料理 这个餐厅主厨 叫做曾经亚 他过去可是泰国皇家御厨 打理太皇每天的饮食 他从18岁就进入皇宫 从学徒开始做起 最初的月薪只有66美元 不过后来靠着他努力的态度 被送出国深造 现在被挖角到台湾来 年薪突破上万美元 蒜头爆香加入一大匙特制打炮酱 接着猪绞肉下锅 要让酱汁吸收 可是有诀窍 没有我拉压 所以的话 肉没有办法吸收 酱料进去里面 不同于中式热炒 师傅手上的锅铲 好像在敲打一般 这一盘打炮肉一天最多 要炒10公斤 打的中就都是要翻面的 还热度 热度太热了 肉会硬化 撒上柠檬叶提味 另一头这一锅黄咖喱鸡 炖煮了4个小时 加入食物中以上辛香料 金碧辉煌的泰国皇宫 原来一道道美味料理 都来自这里 太极主厨曾经亚 过去是皇室御用主厨 但要满足国王的胃 可不简单 他教了一趟两趟 就没有像他教的话 就会被骂 很难过 但是后来我就是到 那个老师为我好 从最基本的学徒做起 月薪只有2000多块 曾经亚不含苦 15年前被挖脚来台 现在年薪破百万 还去按摩 现在还没好 好像那个拉脏 坚持使用天然香料 不惜和台湾师傅起冲突 因为味精跟鸡粉 在皇室里可是大忌 曾经亚曼宫出细活 要满足滔客的胃 东南台用操的张博祥 新北市报道 秋天正是螃蟹量产的季节 但是剥螃蟹 总是让人手忙脚乱 我们特别访问到 泰国的剥蟹达人 24岁的林 他大学毕业之后 就接下了家族事业 平均每天 他可以剥50公斤的螃蟹 秋天旺季 他的工作量更是翻倍 剥出了上万美元的业绩 熟练的摆开螃蟹 一袭粉色样装 他是24岁的泰国女生林 亮丽的外表 很难想象他的工作 竟然是剥螃蟹 剥开螃蟹外壳 再从中间将螃蟹折成两半 接着用小刀将蟹壳轻轻剥开 不到一分钟 一只螃蟹就剥完了 看似几个简单的步骤 实际上却没那么容易 到底剥一只螃蟹有多难呢 我们今天跟达人来比赛看看 开始哦 打人不到一分钟就能把一只完整的螃蟹 整个剥得干净溜溜蛋是我的 现在只剩这样 零毕业后回乡投入家族事业 一条产线至少八人 平均一天就要剥50公斤的螃蟹 8到12月忘记工作量也翻倍 要剥100公斤 但月收入却只有15000元 炒饭加上鱼露和新鲜蟹肉 就是道地的泰式炒饭 螃蟹也能做成中式热炒 秋天正式螃蟹产季 薄蟹达人传授小PayPal 也让吃螃蟹不再手忙脚乱 东森残疾新闻 徐少云潘育全台北报导 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 为了抢食每年20亿的月饼商机 各家厂商都开始加班赶工 我们就要带你直击 位在桃园的月饼工厂 这里每年中秋产季 会产出100万颗月饼 连统一云朗集团都找上门代工 预估营收会冲破百万美元 月饼列队赶工装合出货 迎接中秋节老牌钩饼店 月产百万颗 预估营收冲破五千万 今年我们预估就是会成长五%的 绿茶口味饼皮机器酒瓣 白豆磨粉取代面粉 热量也直接砍半 一般的广式月饼的时候 它是大量的面粉还有糖还有油脂 大概一颗的广式月饼 是两三百大卡 但是我们这一颗就是一百多 压出一颗颗圆球 月饼内馅饼皮大合体 每天生产八万颗 独家调酒馅 威士忌龙舌兰入菜 不怕酒侧关 绝酸能度都是比较高 或是它是比较有个性的酒 高温烘烤的过程当中 其实酒精就已经蒸发了 但是我们要保留的是那个香气 高饼老厂充业绩 拿下统一星巴克云朗集团的月饼订单 代工占产量高达三成 我们有很大的大量人员会做一个轮班 会24小时赶工 月饼年商机上看20亿元 创意噱头抢工年轻课程 中秋还没到 话题就提前发烧 东森财经新闻传媒方梁力 桃源报道 由东森每周台特别开设的新闻广角镜 每个星期五六两天 都会有深入的新闻时事分析 而美国的观众朋友 如果想要随时随地滑手机 在网上收看新闻广角镜的单元 现在也只要透过手机下载东森新闻 每周APP就可以尽情的管理